美股投资不得不看的13F报告到底说了什么呢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8日星期四 我是Joy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GoMarkets的每日盘前解析 那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昨夜美国三大股指的表现情况 昨夜美国三大股指震荡盘整 道琼斯指数上涨0.3%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6% 新能源汽车板块表现不佳 蔚蓝汽车下跌3.22% 特斯拉盘中也一度下跌超过2% 目前收盘价格分别报57和798美元每股 而京东则因为京东物流赴港上市 股价创出新高106.88美元 而百度也结束了它的酒连涨 昨夜下跌5% 目前报价308美元 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我们所说的 备受关注的2020第四季度的13F报告 根据美国证监会SEC的规定 管理股票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股权资产 机构需要在每个季度结束后的45天内 向证监会提供自己所持有的美股和资金的去向 我们先来看看桥水基金 作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选择做多中概股而清仓特斯拉 减持黄金 阿里巴巴获得最大的征词 沃尔玛和拼多多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重仓股 而与桥水类似 高领资本也继续看好中概股减持新能源 拼多多成为高领资本的第一大重仓股 而京东 优步 Zoom 哔哩哔哩 也成为高领前十大的重仓股之一 而美国先锋集团则选择背道而驰 加仓特斯拉同时加仓科技股 前五大重仓分别为苹果 微软 脸书和特斯拉 我们再来看看大宗商品方面 昨夜美元指数上破91 黄金一度跌破1770美元关口 现价1775美元美昂斯 白银微涨目前报价27.34美元美昂斯 比特币价格更是突破了5万美元 现价52,400美元一枚 在GoMarket您可以选择交易比特币 最低手数为0.01枚 更多资讯欢迎添加我们的客服小助手 或者拨打我们的直线电话 03-8658-0603 03-8658-0603 这就是我们今天盘前解析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评论加转发 谢谢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给下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